台中有名五十歲的寄信嫌犯呢 失業加上缺錢買毒 居然是鋌而走險 跑到營樓假裝要買金飾 趁店員不注意是偷走了價值 一萬多塊的金項鍊 寄信嫌犯假裝要買金項鍊 等店員一轉身 他就把項鍊偷偷放進自己口袋 接著謊稱說要去領錢 就騎機車逃逸 寄信嫌犯下午三點 在台中西區偷金飾 晚上十點就在五七被逮 但一萬多塊錢的金項鍊 早就變賣 袁瑾在他身上 查獲九千元贓款還有毒品 他雙手一攤還想狡辯 上個月二十五號 五十歲的寄信嫌犯 在台中西區中美捷這處營樓 以買金項鍊之名 行偷竊之時 其實沒工作的他 有毒品和切到最前科 會偷金事不少業者都知道 每一天都在跑銀頭 就是看店家不注意的時候 他就把東西放在口袋 全台灣的銀頭都會去灌 機性嫌犯看準金價飆漲 不顧前科再度挺而走險 很快又得回到勞里頓 記者高麗麗胡杰倫 台中報導 消息 九千萬元 照片 警方 兩千萬元